在今天白天啊 这全台湾热乎乎的天气 从北到南可都达到了35度的高温 最热的地方在台北市35.5度 但是呢 明天的温度跟今天可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了 在今天呢 台北市可是全台湾最热的地方 但是呢 明天的白天随着东北风的增强 风面的通过 伴随着有争雨或雷雨 高温的部分大约会下降10度左右 所以呢 明天台北市中午的高温 约只有在25度了 温度形态来说转凉了 雨的部分在明天跟后天是比较偏多的 所以要提醒您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了 伴随着有打雷的现象 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呢 但是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 东北风增强 水气量开始减少 相对的夜晚的低温部分会降到17到16度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明显的转凉 但是呢 雨的部分开始要减少了 到了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 雨的部分会逐渐的停下来 到了中午的温度又可以回到了30度上下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礼拜来说 周四之前降雨的状况 在中部以北都是比较明显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先注意到 从日本 韩国一直延伸到江南地区 有大片的云带正在发展 而整个水汽带还没有到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时候 是因为吹着封面前沿的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从北到南沿海阵风都偏强 温度形态来说都是偏高的 但是到了明天的清晨的时候 封面的水汽开始接近 伴随着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逐渐的出现了 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外岛地区的温度可以看到 晚上17度 明天白天温度上不去 也只有维持17度 到了金门跟澎湖都伴随着有雷雨的现象 台湾本岛中部以北的降雨会比较多 而到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期 但温度的形态来说 整体都下降了 小丁宁提醒你要特别注意的在于 今天晚上有局部性的农物 外岛西半部地区都要特别注意 还有明天白天 外出记得要攜带雨具